V加大使Member Club 成立 只要你成为我们的V加大使 成为我们的Club Member 以后我们会开启很多节目 很精彩 还有很多优惠会给你 为何我们成立这个Member Club 最重要是因为 邮老很感谢大家支持 几年以来我们也买了很多大阪区楼 有很多业主真的很支持 他们可能经过我们买了一些优质物业 又尝试过我们的服务 都给我们很高的分数 然后把他身边的朋友和亲戚 都介绍过来 我又很感恩 所以我想一下 不如你成立一个V加大使 如果是透过我们的V加 去卖物单位的话 就可以去邀请成为V加大使 即是你本身经过V加买了物业的业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件 因为你本身成为业主 甚至有些人进来生活了 觉得真是好东西 真是正东西 好东西就介绍给人 就像我博舍一样 最重要的是 我很希望华侨 即是来这边 这边有很多华侨的业主 那些华侨可不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服务过的华侨 其实他们本身都很满意我们服务 非常开心 我们当然是鼓励他们 多些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没错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参加我们这个V加大使新闻 成为我们的Dub Member的话 大家去马上联络你的业务员 如果你联络不了你的业务员 可以到下面的二维码 就有专门的人士去帮你安排所有的程序 欢迎大家 成为V加大使 V加开心 华侨看楼亭又来了 上一集看到 我美国的校友 过来 他的大湾区 少庆的置业 非常满意 非常开心 今集到你了 上一集 你有个客户 挺特别的 一晚就买三间楼 今集交给你 说回客户的故事 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客户就来自美国 也是美国 也是美国 因为其实他不是说 回来 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主要是我们之前已经沟通了几个月 约好了 真是V加开心 华侨看楼 我预计三天 就跟他谈 在心目中想要些什么 什么情况 他有没有预计 预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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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真的回来 参加我们的 V加开心华侨看楼亭 安排了一个 三天两夜的行程 再其实他是 回来香港 跟亲戚见面 接着就回国来 我都在香港 跟他有个见面 见过面 是的 大家先有点信心 去我们的门店见面 之后 真的过几天就一起出发 三天两夜 买了三间 有几个原因 为什么要买三间 第一间一定要搞定 他珠海那间 第一间是珠海 是的 因为他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先生 早几年 仲有风 行动不方便 其实是需要一些 护养 课施到之后 会需要多一些的护理服务 而他们在美国原来是这样的 虽然有什么退休金 但原来护老院那一部分 是不包的 不包护老院 是的 其实本身他们那边有些资产 我看到他很担心 是的 原来之前 其实之前已经有客的朋友 托我的客人问我了 他们不断问那些护老 原来真的很需求 为什么呢 博士你想想那边 住一个私家的护老院一个月 你估计要多少钱 香港已经很贵了 香港也七八千元左右 不止七八千元那些是最普通的 是的 不是说差 是最普通的 是 其实香港那些 如果我 譬如之前有朋友的爸爸 是住私家的 比较好一点的 两万多 两万多 一个月 一个月 港钱 是的 是私家的 很夸张 是的 而如果在美国 选用这种私家的服务 原来是说十几万一个月 很夸张 一山为一山高 是的 完全想象不到 那根本应付不来 应付不到 他就说他虽然有资产 他都会预计到 几年已经是变零 不可以亲口说 我真的不相信 海贵都这么夸张 是的 我都不相信 不过又想起来 如果我们香港的物价 都两万多 他们十几万 又好像是有数位 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这个客户 就是主力回来 为他先生 是找一些 合适他的 有护老设备 真的有需要 他真的做了 所以几个月前 开始联络你 没错 其实他很有智慧 他真的预计自己的未来 他也有想过香港 也有想过大湾区 但是经过他自己也很努力 做很多资料搜集 还有同学和我一直沟通 所以我们就锁定了珠海那边 第一就是地方够大 因为那些护老中心会比较大一些 还有有多种服务 你现在去找护老中心 护老中心 那个护老中心 我稍后希望都有时间去拍片 真是挺大规模 他又会分日间托管 或者是有些住宿需要 因为我有去过 邵兴赛马会的养老园 不过不让我进去拍 这个真的值得去拍 是的 或者是博士有机会一起去 要的 好了 那边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总之我很多服务 有照顾你心理生理 又娱乐各样 娱乐都有 或者是你有需要照顾的奖 在家里也可以叫商务服务 什么服务都有 你当住院那样计算 住在那里住宿那样计算 你又估计多少钱 香港有两万多 那肯定比香港 是的 OK 我想一万多元 二人房是九千多元 是的 二人房 是的 已经包含营养餐 因应他的情况去评估 而且他先生暂时未有身份证 不属于香港居民或者居住证 亦可以入住 亦可以入住 亦欢迎 是的 由于太太本身有身份证 亦可以选择自己去买了珠海物业 之前我也提过 用一个团聚的身份 将他先生的Visa 做一个居留去可证 更加方便 当然以外国抵抗的情况下 他先生也可以入住 那他太太又买一间楼在珠海物业 因为他将会是 他觉得很满意 安顿了先生 他要经常贪 所以他就在那里附近 直接在养老院附近 那个区域 我还听过海景 漂亮的东西 又刚刚那个区 我们也有做功课 帮他找到最適合 又知道他最喜欢海景 又知道他的户佬院位置 那我们就集中在那边 集到霍雷那里 跟他搜寻 那就一击即中 是的 我听过国抵抗很开心 很开心 因为安顿了先生 又放心 成本又不高 他省了一大笔钱 没错 他立刻心定了 整个行程都很稀 他计算了 他一分钟在户佬院 省了他们的钱 救了几间楼 或者他本身海外的股票收息 已经够搞定了 对 很聪明 很有智慧 因为我听了Rona有说 国抵抗很开心 他说某间又海景楼 又漂亮 又近户佬院 变了来说 去探望先生 又方便了 你知道户佬院 又可以出街 是的 甚至我不知道 要坐轮椅 又可以到他家 是吧 香港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 你知道 也不想他先生 日日在户佬院 虽然说有娱乐 又可以去太太家 去家里去忙 吃吃吃饭 晚上的又可以回去 又会引人护理 我觉得这个 我真的想想 为什么今次要特意拍这一集 坦白说 人老了就有很多事情担心 第一个人担心就是 很担心 用什么名词去小心 附累了家人 你明白 有时候有些人说 我老了 我宁愿早些 短些命 原因不是不想长命 我老了的时候 很多行动不方便 但不方便 我用家人照顾我 很辛苦 又或者我不用家人照顾 我找人照顾我 又很贵 又担心照顾得不好 但如果这位太太 她的处理手法 我觉得基本解决了很多疑难 又可以放心 又在计算上 又可以应付得到 甚至可以有投资 是的 尤其是程度升值 是的 还要是优质 为什么要买三间 珠海这间 因为琴瑞先生 互相照顾一齐生活 慢慢未来 为什么还要买两间 因为她也想着 既然将会移居大湾区 不妨做一些投资 另外就是投资 是的 是了 她学了孙子 熟悉大湾区 是的 原来她们在美国 说中秋节 你们有没有做节 哪有这些东西 没有很久了 其实没有一个理由 不是藉口 即是集合家人一起 她就说 其实也想找些 团聚一下 海边的屋 可以让孙子和孙女回来 有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玩 你知道了 湘月湾那里 有很多东西玩 很多东西吃 小朋友大人也对 所以她又很喜欢国海景 哦 惟周湘月湾 那边就是选了几个 去到我这年纪 可能你未体会到 都是这样想的 有个心的 哪怕孙子是否真的 你叫他就来 但我们真的都有个心 譬如我买一间屋 都会遇到一间房 遇到一间房 遇到孙子 遇到孙子 或者同一样 你知道我退休 要选少庆 少庆会遇到孙子 那些孙子很闷 年轻的孙子 所以我珠海一间房 我就遇到孙子来玩 因为珠海多野玩 同一样珠海多野玩 遇到孙子 我最近买一间 也有这么想的 夏天的时候 我遇到孙子又有一间房子 到时就不租出去 拿回20天 我来自己 够吧 20天我住一个星期 够玩 真是挺好 另外一间遇到孙子 还有就是叫价钱 什么 几十万 对他来说 可能是几万元美金 这个价钱 想都不用想 买车也没错 没错 第三间是哪裏 都是违州 买两间违州 第一间珠海 然后帮我们私家 减养养老远 很开心 我真的要鼓掌 我要赞一下你 因为你真是全程 帮助我们这个顾客 很开心 非常赞你 而且很开心 做完这件事 就是帮他安排 这个是他的下半生 你帮他安排得很好 这个是很完美的事 可不可以讲一讲 上初我讲过 整个12个城市 的华其都有帮我们买房子 我们都服务到他们都满意 因为刚才单单说这位 美国华卓 大家听到里面过程 都有很多事 包括他先生 进来养老院 都有很多手组 证件等等 哪些国家 过来华卓 过来买房子 是佔大多数 美国 美国排第一 第一 大多数 第二 第二是加拿大 加拿大 第三呢 第三是澳洲 澳洲 都是最大的几个国家 亦都是我们以前 香港最多移民过去 最多华卓的地方 是 好了 上一集讲到 可能现在外国的环境 可能大家就 不要说什么 或者当你住得悶 当你女居 我已经住了几十年了 新环境 你不要说 你华卓 我们香港最近 一开了集 大家看到 香港一天 有多少人想去消费 其实都不是什么 很悶的 你香港也很悶的 你说 打一搭车 已经可以进入大湾区 这么多城市 吃的东西又有些新鲜的东西 新鲜不同的菜式 有很多新的事物 好像华卓进来 觉得进步了 人们如何用这些 手机 遥控 其实人们又进步了 又开了眼界 其实一个 人是这样的 找一些开心的东西 和新鲜的东西 所以如果大家 有什么需要 在外国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有个华卓部 华卓部有很多 我们的微信群 Facebook群 和YouTube频道 都是为你们服务 好吗 今天第二集 都分享了两个案例 大家一定有很多 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 如果大家在华卓 下面可以留言 和Janny 是很熟悉的 大家不需要害羞的 可以多些联络 好吗 第一集都有说过 我答应了 我要承诺的 就是说 拿车牌 怎么拿 今集就时间关系了 下一集 下一集 Janny教大家 如果外国有没有可能 到内地拿回车牌呢 因为我说回上一集 我的校友 他就邵映买一间楼 住了两个星期 我一见到他的时候 他第一个说 博士 下次我和太太回来 第一件事要做 买一架车 铁车 铁车 他说 大湾区的生活就是这样 可能你这个客户 现在是珠海 或者是惠州 你在那个地方买一层楼 就不代表生活 就是在那个地方 其实一路就要辐射 旁边的地方 譬如珠海去中山 没错 你就会想到处来玩 我告诉你 他慢慢玩惠州 玩得久 他一定是去散尾 一会去散尾 散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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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去那边玩下去 所以其实大湾区生活 不可以说大湾区 广东生活是很精彩 你再熟一点 你一搭高铁 去那些什么阳光 去到海南都可以 很好玩 大家看看 刚刚我先和摄影师分享 我要下车牌 是啊 开车真的很重要 而且港车北上也有几个月 因为我博士有个港车北上群 是Facebook 5万人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算是华侨 你也应该进入Facebook群 看看 港车北上群 不单是说香港人 如何申请港车北上 而是进入到去 你看它里面 你知道我现在有些朋友说 博士去哪里 拿车牌少人一点 我说你已经没有问博士了 你进港车北上群Facebook群 即问即答 快得好 比我更熟 所以昨天我去完邵庆 然后回香港 我打了一句 邵庆回去 有些人说你避过中山 中山那边 不知道是虎门大橋 很塞车 直接好像那些交通电台 有问即答即答 很开心 现在开始在大湾区 如果大家有部车 是开车容易的 开车容易 甚至是充电车 充电容易的 费用便宜的 如果大家像我这些年纪 譬如过了六指 去旅游景点 有些搬价 有些免费 有些免费 这些你不知道 我看到 我发给我的票是不同颜色的 是的 我挺开心的 好了 大家开车如何 拿车如何 下一集 记得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和订阅 下集再见 拜拜